三方孩子,他比我见到的中国青年要淳朴的多,真的,真实,憨,很容易相信人,你也很会相信他,中国青年不是这样,中国青年绝对不是这样,中国青年可能也很单纯,心情也很好,但是他太小生活在一个权力世界里头,从他家里开始,从幼儿园开始,一切都在教他, 你幼儿园这个老师,这个人你不能得罪的,然后在街坊邻居里面,然后上了学校,一直到大学,到研究生,一路所有大人都在提醒他,权力是最重要的,你有些话不能说,有些话你必须说,这是很可怕的现象,这是毒药,这是毒药,我们所有孩子都吸这个毒长大的,就是权力。